可是我现在依然不太会转弯 既然孤单的人偶尔也想有个伴 冷腹又吹的时候想说 这生活会不会有点难 难道是因为当初有话没讲完 我们现在已经公开了 贴在门上了 通话组织现在已经联系过了 当然总会我们用一笔 我们会公开一笔 都在困层 本身也干得早 所以人家首先发现了我们这里 加工食物一般的炒一个菜 五元早晚是送稀饭 中午是米饭 炖鸡炖鱼炖饭 几乎没看着价格表 我们刚搬到这边那时候 是按照了价格来的 后来做过 有些人是实在又困难 又没按照那来 凉油鱼铺不是我们的 卖菜卖凉油都不是我们的 菜你可以自己带 有言讲述葱姜都是我们的 把我自己本职工作 能做好去行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去年我提供的全程免费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免费 坚持了一点 我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了 坚持做了这样 盒饭 盒饭有十块的 十块的 在这边登记 说家庭挑战困难的 登个几啥的就免费的 然后我们会跟他说 我们经营困难 15块钱 那个加工费 又来找我们的 因为后面我们又是做快餐 又有这个盈利性 所以也没捐赠 因为我们自己家有病人的时候 在医院里都经历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那个范围